来先看看你的神器吧 哦 这把武器啊 要不然你这把武器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好吗 这把武器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你觉得这把武器你出完以后是什么心情 采访你一下啊 因为这把武器的价格呢 我早就已经啊 心出租名了啊 嗯 这把武器的话五弟说了俩字啊 你知道你这把武器 如果咱们升级到140级 或者是升级到159级 140级没有比武吗 就只能非证任务 任务的武器还不如买布膜 既然打PK就升级要升级到150 150的武器呢 一般来说呢 以武帝子来讲呢 就是1101啊 然后以咱们常规见到的巨剑呢 1092 1079 咱们说啊 非专用的 非专用的860是比较好的了 用15的宝石沉25的命中再出位3 再加上一个860啊 985的武器呢 可以说是一个啊 那个 呃 159级的入门级武器 我们看一下这把武器减凡属性啊 这把武器的话 因为天宫转用 一定是仙族用不了 这把武器只有人族可以用啊 不要说去转造型啊 什么给他转成双关 天宫就可以用了啊 这个跨种族 不能追求转换造型的 再加630 这把武器的话845 然后的话我们再减去一个48的命中 48除以36啊 伤害是829 双加的话是一个58 58再乘一个0点啊 大唐官府用0.67 再加上一个38.86 这把武器的话 再加上15段宝石啊 啊 14段宝石啊 14段宝石乘一个25的命中 再出一个3啊 再加上一个116.66 这把武器综合的话是984啊 用不了力天宫啊 懂得兄弟们和我一阵 我要用实力跟你说明 这把武器的话 鉴定在这号上啊 等于基本上一点用都没有了 因为你升级的钱 技能的钱啊 打宝石的钱啊 嗯 神木林可以用 老板那太偏门了啊 神木林用的话太偏门了 法系的武器627 双加60的武器也很便宜 而且还基本上不用加敏的武器啊 老板 中意是好东西 就是鉴定的时间不太对 2007年 他很厉害 2008年也很厉害 2009年也还行啊 2013年也够用 但是2013年以后就不行了啊 就是时间问题 这个号可以升级到140机玩平民号啊 平民号 有人说是140的 这把武器140和150的是没有区别的 因为升级也升级到159比5 140机你跟谁比5 一个任务号 你继续还买个专用的吗啊 所以说不能跟140的比 懂得军队们扣个1 140的你肯定别人比不过你啊 140的他妈哪有630伤害的 藏宝哥能说到的 顶多是580多的啊 你这是极限啊 极限专用就是等级不太对 这把武器要150的 爆爆还行啊 所以说这把武器呢 武器的价值钱弥补不了修炼剑 这把武器的话 你刚才说那俩字啊 其实感同神兽啊 就是难受啊 东西是好 也是物理系的梦想 就是没法用啊 如果转神木林的话 怎么样呢 法系武器也很便宜啊 你转神木林也是150用 法系武器对不对 一是有特技 二是有神用 你这不带特技也不带神用 单纯那个高商啊 咱们这把武器的价值啊 忘了解啊 忘了解 所以说不是门派的问题 就是因为这把武器等级啊 鉴定的有问题 好吧老板啊 刚才是难受 这回已经不难受了 是吧 因为你难受的话 是心怀憧憬的那种难受 现在你觉得已经彻底凉了 就反而坦然了 对不对啊